好的,那就好,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学术报告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底辰录 很高兴能邀请到欧树俊博士来给大家做报告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树俊 树俊在2012年本科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生物技术专业 2018年博士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 植物遗传与进化方向是从蒋宁教授 2019年至今在爱荷华州立大学 Marcel Hartford实验室从事玉米基因组学的研究工作 同时树俊还曾是CGM直播委员会的志愿者 谢谢树俊一直以来对CGM的支持 也欢迎对CGM志愿者工作感兴趣的同学来咨询和加入 下面就请树俊来讲讲注释短坐子的二三式 大家欢迎 谢谢陈璐的介绍 也谢谢这个组委度的邀请 今天讲的就是我去年做的一个T1测评和注释的项目 就是通过对不同T1软件的测评 然后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然后对基因组的T进行重新注释 首先了解一下这个T1的不同分类 大概可以分两大类 一类是那个RNA逆转入转动子 一种是第二类就是DNA转动子 一种转动子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内源病毒 就是说可以分成这两大类 然后其中这一大类方面 第一类里面有LTR和这个Non-LTR 就是没有这个长末端重复的一个转动子 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这个TR就是有一个反向 莫等反向重复的一类转动子 然后这个Helitran也属于第二类 它是这个DNA为背景的一个转动子 但是它的那个结构非常少 就TC和CTR 这六个base pair的这个保守的序列 然后T1呢在这个正合生物里面是广泛存在的 这个是不同物种里面我注视的一些T1 可以看到那个灰色框的这个基因 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包括我们人类 也就是很少的一部分是基因 其他大部分都是T1 那么T1是怎么注视的呢 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个事情 大概有三种方法 一种就是通过这个拷贝数来注视 就是说如果这个序列它有很高的拷贝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T1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说它可能比较灵敏 但是它不好的就是它不知道 它注视出来这些重复的序列 是什么样的序列 就是不能分类 然后呢也可能它可能是一些高拷贝的基因 比如说那个抗病基因这样子 所以会有误杀的情况 其实呢如果你想研究这个T1的生物学 特性的话 它这个注视出来的那个边界 可能不是非常的准确 第二类就是通过这个同源序列 来进行注视 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T library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T1 然后就用这个T1的序列 然后对其他类似的序列进行注视 第二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重新利用你的知识比较快 不好的地方就是 你只能找到你一支的东西 就是说用这个T1 你的文库里面没有 那你就找不到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因为这个T1在不同的物种里边 它的这个保守性是很弱的 也就是说两个非常相近的物种 它们的T1之间可能差异非常大 第三个呢就是 第二个方法就是这个通过结构来找 就像我们这个东西注视基因一样 通过基因的一些特性结构来去注视这个基因 T1也是类似的 这个好处就是可以编程 然后不需要不依赖这个数据库 但也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受限于我们对这个T1的了解 要是我们对这个T1的结构 一无所知的话 也就不能通过这个方式来去找这个T1了 同时呢因为我们对这个结构了解的不够充分 可能会导致找到的那个结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假扬性 那么这个T1 找T1的方法和工具里面 真的是五花八门 这个是我搜集的 大概可以找到的一些不同的那个T1的软件 这么多的T1软件 在我们注视基因组的时候就比较头疼 就不知道哪一个智能比较好 哪一个跑起来比较爽 所以就是需要做一个比较 严格或者说比较公正的一个测评 我们才可以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这个测评啊 老早就有人让人说要做这个测评 只是呢 文章也发了就说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测评 什么样的测评 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 首先就要设立一个这个测评的平台 我们用这个水稻基因组作为一个平台 就是有好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水稻基因组比较小 它可以跑出去跑得比较快 其次呢 它这个基因组里边 这个T的组装非常的好 如果用这个LAI这个参数来衡量的话 它可能是金标准 再上呢 就是说它水稻基因组里面含有的T的那个 不同的T比较多 而且它的风度也比较高 就可以比较有代表性的去测评各种各样的T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稻基因组有一个手工校正过的一个T的文库 这个手工校正是由我的博士老板蒋宁教授 花了快20年的时间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当然这不是他唯一的工作 他是在闲鱼的时间做的一个这个一个校正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稀有的 并且非常珍贵的一个材料 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哪些是真的T 哪些是假的T 这不是T 然后从而就可以对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软件进行评测 可以说这个蒋老师开始做这个校正的时候 他可能还是一个高年级的博士生 现在他已经是郑教授了 他还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每一个物种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得到这个人类的校正 也就是更加的明确了我们这个做一个高质量的 自动化的一个软件的一个迫切性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评价的呢 这就是一个图解 就是灰色就是一个全金主 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库去注射的话 我们就知道哪一些是真正的T 哪些是不是T 同时 我的鼠标呢 同时如果我们用这个 其他的那个重新注射的软件去跑 这个金主的话 我们会得到一个工具机器注射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么一比较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注射对了 哪个是漏掉了 哪个是真的是不是T 并且注射对了 哪个是不是T 但是被错误的注射成了T 那通过这四个基本参数 这个增强性 假强性 然后还有这个 真的是非T 然后假的是非T 反正就是这四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计算出这六个做评测的参数 其中这个sensitivity就是灵敏度 也就是说我们有多灵敏的去找到这个真的T 然后这个就是特异性 就是我们可以有多特异的去排除不是T的那部分 然后这个就是准确性 就是说所有的那个增强性和增进性加起来的总和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净确度 就是说这个正确的T的那个百分比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错误率FDR 就是那个错误的T的百分比 然后这个F1呢 就是这个灵敏度和这个净确度的调和平均数 通过这六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评价每一个注射T的工具 他们的在这个六个维度里面的那个表现怎么样 那这就是我们直接就看结果 这就是灵敏度 特异性 准确性 精英度 然后这个就是错误率 还有F1 这五个参数里面越高越好 最高就百分之100 然后这个错误率的话就越低越好 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些就是通过那个虚拟重复度来进行注射的工具 大概有那个repeatmodeler repeatbass racoon repeatscoution 可以看到他们他们那个表现其实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他那个他可以比较准确的找到这个序列是重复的 那么他们对这个重复序列的那个分类的效率怎么样呢 右边的图就是可以看到他那个分类的效率 其中只有repeatmodeler一个软件可以做分类 当然他分类的效率也就只有40% 也就是说他找到的t里面只有40%是可以被他分类的 分类的效率比较低 也就突选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找的比较精确但是分类不行 其中我们还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repeatbass repeatbass就是repeatmask后边那个默认的这个提议库 他收藏了各个物种的提议的数据 我们把这个repeatbass的repeatbass也包含了水稿的数据 我们把这个水稿的部分拿出来 然后把五式水稿的部分拿出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水稿这个部分跟我们的那个标准库是挺相近的 有人说他那个质量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水稿当作是一个位置的物种 然后用这个repeatbass没有水稿的这个数据库去进行注视的话 我们发现他的那个灵敏度是比较低的 大概只有30%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你测了一个新的金组 然后你要用repeatbass去注视这个新的金组 它的灵敏度大概只有30% 那LTR的情况怎么样 LTR它因为它有一个长末端的重复 所以它还有其他的结构 所以有不少的软件就是开发去使的这个结构 包括比较出名的LTRstruck LTRfinder LTR Harvest 这几个 我们就评测了这些就发现它的灵敏度是非常高的 接近100% 但同时它的错误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有的甚至高到50% 也就是说你用这个软件注视出来50%的LTR 它认为是LTR当然都不是LTR 这是错的 那么这么高的错误率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个高效的去过滤这些错误的软件 但是我们在过滤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什么是错误的LTR 所以我就逐个这个去看 这就启用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它认为是LTR但里面都是N 当然它有一个长末端的重复是吧 就是都是N 但是它不是一个LTR 它不是序列 另外一种就是常见的错误就是 它把两个不是LTR的序列放在一块 它可能也是LTR 就不是同一个原件的序列放在一块 它认为这边上两端有一个长末端的重复 它就认为这里是一个LTR 但它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还有一种错误就是 它连个LTR的结构都没有 所以这些各种五号版本的这些这个错误 就需要去过滤 所以在博士期间我就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然后去逐渐慢慢的学习了一下各种错的方式 五号版本 然后开发了这么一个软件叫LTR Retriever 它其实是一个过滤的高效过滤的一个pipeline 就是可以把市面上能跑得通的这些LTR的结构的软件 都可以对它的结构进行过滤 左边就是过滤之前 右边就是过滤之后 你发现它那个灵敏度几乎没有降低 然后其他的参数每一个都进行了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其中这个LTR Detector和LTR Struck的结果 不是非常的灵敏 是因为它们的那个边界非常的模糊 你注意它那个过滤的结果不是非常好 甚至这个软件你可以随意组合的这个结果 你把所有的这个软件加起来进行过滤也行 但是这个效率就是比较低 一般不建议这么做 所以一般我的那个做法就是用这个LTR Harvest和LTR Finder去找原始的LTR 然后再用这个LTR Retriever对它们进行过滤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个灵敏度和这个准确度的一个平衡 LTR Finder是一个非常好的软件 但是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它挺慢的 Tab是对那些很大的软件 很大的金主 以及组装质量非常高的金主 它是非常的慢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单线程的软件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非常简单的一个思路 就是把一个大的金主 把它切成很多小的片段 然后再用多线程去跑这些小的片段 就可以了 如果光看小麦的话 如果你只用一个单线程去跑 大概要跑一年多 就是说你跑到明年都跑不完 但是如果你用多线程的去跑的话 大概就一个多小时就跑完了 速度得到了一个大概是八千多倍的一个提升 效果是挺好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去解决了一个LTR注射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他的那个逆种种种类子呢 就是这个non-LTR包括那个Sign-Line 这个Sign-Line的结构 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闹的菲菲养 这个关中病毒是同一个类型 就是它没有一个长末端的重复 它有一个PolyA的尾巴 相信这个图大家从各个公众号里面看过 然后它有一个ORF1 一样的 它没有一个 矛盾重复 所以它识别起来挺困难的 然后就是我评测了一下 目前就几个可以识别 通过结构来识别 这个non-LTR Sign-Line的这些软件 可以发现它们的灵敏度不到50% 但同时它们发现了好多这个 找到了好多这个假的错误的这个non-LTR 然后Line也是 所以就是说 即使我们有非常高效的这个过滤方法 那我们也不能找到非常多的这个 从结构上也不能找到非常多的Sign-Line 所以我们目前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去 通过结构来找这个Sign-Line的 所以在座如果大家如果想开发一些软件的话 可以试的从这个下手 没准有一些比较好的发现 另外一种就是这个DNA转头子 就是这个第二类转头子 其用一类就是这个末端反向重复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反向重复 然后它比较困难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那个操架组 这个SuperFamily 非常的多 非常的丰富 然后它导致它那个末端重复的长度 类型以及它那个保守的那个序列都不一样 就造成了很多困难 然后在这个困难之上还有一个困难 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 就叫Mite 就是这个小的一个片段 它也有这么一些分类 然后导致找了起来就是长的短的 然后各种类型都有 然后我们评价之下 就发现这个有一个还OK的 就是这个Tierlearner Tierlearner是我们这一期 EC的这个组长 数位家开发的一个 通过机器学习进行分类的一个 Tierlearner的软件 这个软件挺好的地方 就是它那个灵敏度很高 然后它其他的表现也不俗 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过滤的方法 去把其他的参数进一步的提高 然后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提供各种招架组的分类 然后Mite也有自己一套通过结构来找的软件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个Mite Hunter Mite Tracker和这个GRF 都是比较不错的结构软件 但是通过一个交叉验证 我们就发现这个Tierlearner 已经基本上把这个Mite都已经覆盖到了 因为它们都有这么一个反向重复 所以在这个注释里面 如果我们用了Tierlearner 就没必要再用其他的Mite软件了 然后Helitron的话 刚才提到过 它五倍端只有TC 两个Base Pair是保守的 然后三倍端有CTR 这四个剪辑是保守的 可能还有一个回问结构 就这样 就是我们对Helitron的一个认识 非常的少 所以找起来非常的困难 目前只有一个软件可以达到 从结构上去找Helitron 就是这个Helitron Scanner 之前有那个Helsearch 从来跑不通 那这个Helitron Scanner 它找的挺准确的 Sensitivity挺高 但是它的那个错误率 也将近100% 也就是说也是很多错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数据库 去把这个非Helitron的数据 给清除掉 就是这个蓝色的一条线 可以看到它那个数据就变得挺好看 但是其他金主没有这个标准库 我们去怎么去清理这个Helitron 是吧 所以就通过我们 就要求我们通过别的方法 去把这个进一步的过滤 那我们通过一通比较 就找到了不同的这个T类型 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 比较promising的一些工具 那么一般的文章就会把 把这些工具结果都合起来 组成一个TE library 然后这个library进行annotation 这就是大部分的基因组注释文章 去注释TE的一个流程 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流程了 更糟糕的就是用 German Repeat Mask去Mask 那个就是比较不灵敏 然后这个普通的这个注释流程 会有什么样的潜在的问题呢 启用一个就跟TE的特性有关 就是说TE它是一个高度重复的序列 如果你在这个library里面 有一条序列是分类错了 那么在后面的注释里面 跟这个序列相关的序列 注释全都是错的 也就导致了很多的序列 就是注释错了 所以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注释的质量呢 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 这个注释的正确与错误 然后我们又不想花时间去手工校正的话 我们怎么去知道它注释的质量呢 我就开发了这么一个算法 叫做注释的一致性 就很简单来说 就拿一个序列出来 然后把这个序列相似的序列全拿出来 然后因为这些是我们注释的T嘛 是吧 然后每个序列都要它自己的标签 然后通过对比这个标签 我们就发现如果有一个标签 它跟别的标签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标签很可能就是注释错了 所以我们可以统计每一个序列 它注释的一致性 来看它这个基因组注释的这个结果怎么样 那左边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注释的流程 注释出来的这个不一致性 你可以发现这个总体来说 有宝贩字37 那全金主注释 都是不一致的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是这个类伯 有时候是那个类伯 就是非常的不一致 也就是说它潜在有这么多高的错误率 那如果我们比较这个标准库的话 它就宝贩字0.5的这个不一致性 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么高的这个错误的注释率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提高或者提存呢 就这个数据库 其中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这个化学的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用这个永远度差 来对这个化学物质的一个提存 在T1里面我们也可以适用类似的思想 比如说我们从TR这个库里面拿出一条序列 然后做一个blast 看这个序列在TR这个库里面的风度 以及在这个其他库里面的风度怎么样 如果它这个序列在TR这个库里面 是高度 非常的丰富的 在TR库里面很少 那么这个序列可能就是一个真的TR 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序列从TR里面拿出来 但是它在LTR这个库里面高度的丰富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错误归类的一个提 然后这个就应该被去除掉 然后我们可以对每一个这个一个原始的数据库里面的每一个序列 都做这么一个清除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纯的一个T库 左边这个就是一个提存之前 然后提存之后的一个结果 你发现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performance就提高了很多 然后我们看这个注释不一致性的话 可以看到它从37%降到了6%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降低 当然跟那个标准库的0.5% 还是有一些差距 也就是说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改善它 那基因组注释 一般都是先是T1注释 然后再基因注释 所以万一这个T1注释里面有一部注释错了 包含了一些基因 那对这个基因的注释将是非常的 影响非常坏的 所以我们提供了三个方法去清除T1注释里面的基因 第一个就是用这些保守序列去清除这个T1库里面的基因 另外一个就是用这个物种本身的这个CDS序列去清除它的基因 第三个就是用户提供一些把名单 就是说你不要 这个是我明确知道的是一个基因的位置 你不要给我注释它是第一 就这种三种方法就可以比较好的 去改善这个错误注释成T1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么一通对比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T1注释的流程把它改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或者非常完善的一个T1注释的流程 其中包含了这个结构注释 然后用这个结构注释生成的这个T1库可以进一步的去注释 通过这个同源性去注释这个基因组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这个流程里面没有找不到合适的Sign and Line的注释的软件 所以我们将会用这个RepeatModeler把一些剩下的可能是Sign and Line的东西注释一下 但是它的灵敏度也可以预知不是非常的高 然后这个流程就叫Extensive Denovity Annotator 也简称EDTA 做过实验的同学可能听过这个溶液叫TE Buffer 也就是它是一个Trace和EDTA这两种物质合成的一个溶液 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EDTA之后就有这么一个奇怪的脑回路 就是说这个TE Buffer里面有EDTA 然后EDTA现在可以去找TE 那这一个比较意思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EDTA跟其他的类似的程序怎么去比较呢 我们去比较了两个 一个是Repet 另外一个是Tephra Tephra是做向日魁机人组注释的时候开发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看这个注释的不移植性 就发现这个EDTA6%比Tephra比Repet都要低 甚至这个Repet里面有一些高达 宝贝的628都是错误归类的一些 就是归类不一致的一些注释都会存在 然后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库 标准的TE注释去做Benchmark的话 就发现这个EDTA的注释比其他的两个都要好一些 然后这都是在水稻里面评价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其他物种结果怎么样 因为这个EDTA是在水稻金组里面开发 并且测试的一个软件 我们就拿了这个玉米金组和这个果蝇金组 它们这两个都有比较好的TE的注释 我们可以用来做基金标准去进行评测 我们就发现这两个物种里面 EDTA的表现还是不俗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应用于动物和植物的基金组注释里面 这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注释的一个结果 就是它既包含了这个从结构进行注释的这个TE 也包含了通过这个同源性来注释的TE 两个结合起来就是EDTA的一个注释的结果 然后要是一个TE里面藏了一些其他的TE 就是潮湿插入的话 这个潮湿插入的这个信息也会被保留下来 方便这个研究生物的同学进行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的结论就是 大家可以使用EDTA去对动物基金组进行注释 然后这个文章也是发在了这个 上个月发在了那个genome biology里面 是一个benchmarking special issue的一个文章 报告到现在就是要鸣谢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博士老板 蒋宁老师 然后在Michigan State 然后我两个博后老板 一个是Mathofford在Iowa State University 一个是Candy Hersch在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就是这三个老板一起合作 然后都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帮忙 然后就是才有这个文章这么快的 然后这么顺利的去进展 还有好多这个比如说维加 还有那个Capio 这些非常给力的合作者 就是一起同力合作 然后才可以有我们今天 EDTA这么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软件 然后我的报告就到现在 就到今天就这样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 那个陈璐你那个静音了 谢谢书军的报告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把自己不静音标就可以问了 书军我先问一个问题 好几点 这个不太不太科学性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从开始做到现在到提交 这大约花了多长时间 感觉特别宽 从我我有这个想法想去做 然后到文章再线 花了9个月 哇哦 对因为是一个special issue 然后我想做的时候是3月十几号 他离那个deadline截止 也两个月不到 所以就是非常的 就是时间非常少 当时也就也就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 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就感觉比较快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怎么是怎么manage 整个课题的进展呢 对当时也是全心全意 都在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是把这个时间 巨大化到一个非常高的强度 就是因为有时候要跑程序 跑程序的时候要等 然后等之前 等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些 比如计划的事情 比如说那个 怎么去构思这个东西的思路 然后也可以去协调 这个合作的事情 同时这个合作也非常重要 维加帮我解决了这个TR的那一部分 然后廖毅在那个useerwine 解决了这个generalte的这个 这一个结果 所以就是 我可以有很多时间 花在这个怎么去构思 然后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上面 同时两个老板 就是manage和candy 也非常给力 所以他他知道这个时间非常紧 所以就是一直在问我 我有什么可以帮他上网呢 我就让他们去写introductions 写discussion那种 他们可以handle的住的地方 感谢你的分享很重要的一个经历 嗯 谢谢 所以就是也对当时也是拼得比较近 因为有一个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小目标在那 然后就天天就想着一个事情 恭喜恭喜 这也是一些传奇 其实第一版出来那个问题很多 然后我们做这个事情做了两个月 然后审稿一个月回来 然后二审就是修改也修了两个月 然后三稿又一遍回来 然后二修又修了两个月 反正就是因为每一次修改都要有很多这个fundamental的提升 所以就是因为 所以也是一个快项目的一个壁端 就是你后面有很多需要补动的地方 花了不少时间 现在我现在还在补动 对但是但是就是说越补越好 就是用户群也慢慢的变大 酷谢谢 你好我想我想问一个比较外涵的问题 就是能不能用那个重测序的数据来注释提议 看你是重测序是用什么方法去重测序了 如果你是用三代测序去重测序的话 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提议它那个长度是几百个BP到几十个KB都有 所以你要是你序列太短的话 你可能是找不到的 比如说你用illumina只有250个BP 可能你可以找到一些mite这种非常短的 但是大部分都找不到 但如果你用三代去测序的话 我试过就是用那个就错过的这个三代的序列 可以找到LTR的 LTR比较长 大概有平均值是十个KB都能找得到 并且我推荐直接从这个三代序列里面去找提 这样子会找到更准 可以去避免这个组装错误的影响 好的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比如说短期的这种T的 比如说假设我有一个材料 它可能一代是在正常的这种环境生长 另外一个对照可能是在一个比较极端的环境 比如说温差很大或者是紫外很强的环境 那有没有说这两种环境下 它的T的活跃度对于后代的T位置的跳跃的影响会很大 有影响 但是这个T的活动在时间每度上来说是挺大的 就是你在一个逆境下 它可能会T的那个转路情况可能会比较活跃 但是从转路到插入 也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比较活跃的转路 但是不一定会产生插入 或者说你想成了插入 但是不一定这个插入会传递到下一代里面 因为你这个T的活动得在这个种子 或者说这个生殖细胞的精组里面发生 才会传到下一代 如果你只是在叶片静感 那可能肯定是传不到下一代的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RNA的层面 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这个转路的情况 但是你要直接去看到它有对精组才能改变的话 那可能你需要从测序方面去改进它 就比如说用三代去测序 或者说用不同的算法去找它新插入的位置 对就是我有一个类似的课题 它可能传了可能有十来代 可能十代到十五代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其实是同一份产药 比如说它可能种在不同的环境下 然后过了十五年以后 也就传了十五代以后 它可能我们去测它的一些菲林台 比如说又给它种到同样的一个地方 结果发现它的表情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然后我们做了转路主测序 发现可能跟它表情能够match的有一些基因差别很大 然后我们现在是想看看从涉序 看看从TE插入角度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 跟它表情或者跟它种设计品能够解释的 我不知道这方面你有没有别的建议 谢谢 好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机维充足的话 就只要上三代好了 上那个packbot Hi-Fi 然后测出来就非常精确的一个整体列 然后你可以直接从里面找 有没有结构变异 要是经费没那么充足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个Illumina 然后有好多好多的方法去 从Illumina的序列里面 然后去找这个TE插入的 这么一些活动的痕迹 你都可以试试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们传的时代 然后表情 以及它的那个都发生了改变 除了TE的活动 你还可以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导致的 比如说你这个 生长的环境 选择性比较强 然后导致某一些表情 或基因型能存落下来 然后导致它那个 跟第一代初代不一样了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 就是产生了一些基因 这个飘变的情况 就是随机性的有一些 有一些基因型就丢失了 导致你们时代之后 跟初代长得也不一样 就是很多很多的原因 就是你们可能要 逐步去排除 好的谢谢 我想问一下如果用三代的话 比如说你大概测序的深度到多少 或者是如果用illumina的话 测序的深度到多少才能够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 或者就是对 我就想问一下测序深度的事 illumina就无所谓了这么便宜 就随便测个几十成就可以了 我具体没做过 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瘦的一个注意 你可以看看那个类似的文章 然后看他们做多少成 然后就看自己的budget能上到什么程度 去测 HIFI的话 我自己没做过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今年的这个动作物金组大会的情况来看 你只要测个二十成的HIFI 你就可以把整个基因组都拼装出来了 就像从测序一个基因组 然后你就只可以拼出一个完整的基因组 不需要考虑多少成多少成 当然也是经费允许的情况下 好的 谢谢 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是没有reference Geno也可以用测二绳的这个HIFI 就可以相应自己denover去拼一个金组 对吧 对 对 你HIFI你直接就denover一个了 就不需要reference 你产生出来就reference 如果这个金组有点大 比如说他有送到五个G 这个好像跟金组大小没有多大的关系 好的 谢谢 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 你知道这种TE的种类 就是TE的family和它的proportion 在不同的accession之间的变异有多大 写的你应该能够出现 对 变异还挺大的 因为这个TE是基因组里边进化最活跃的一个组分 基因是最不活跃的 但TE它是最活跃的 活跃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从LTR的角度来讲 看LTR你只要获了0.5个millionaire 就是50万年 那基本上百万之八九十的LTR都已经跟之前的不一样了 很短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你要是这个两个不同的accession 就是这种Landries也好 这种ecotype也好 它要是在自然间里面分离的时间比较久了 那它们的TE的含量就会产生变化 那还有问题吗 我看到有一个私信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真菌基因组的组状的问题 所以这个同学问了就是在基因组注释的时候 他们有用到了Denovo的方法 也用到了REPBase的方法 然后REPBase和RepeatModeler 然后这些怎么去一起共存在一起 因为就可以用我刚才的这些这么一个结果来去介绍一下 我就拿LTR来说好了 LTR有吗 对 你看左边这个就是REPBase 我这里也有就是这个黑色曲线 这个灰色的这条线 你看这个REPBase 如果水到 如果你加入了REPBase水到这个库的话 去注释水到 那是非常好的 就是挺准确的一个东西 但如果REPBase没有水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把水到给去掉 然后再去注释水到这个镜头的话 那它的这个灵敏度就很低了 只有30% 但是它如果能注释出来应该都是挺准确的 你看它那个错误率还很低 所以这的话 你要是只用REPBase去注释你一个全新的翻载这些组的话 那可能它的那个灵敏度不是很高 然后REPBase的话 也是一个OK的一个 一个本件 但是它的那个灵敏度不是很高 它其他的表现都还都还可以 错误率很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REPBase 放在了最后一步 就是用来减漏 就是说我们通过结构去把这个LTR TIR HITI上这三个都注释准完之后 然后再用REPBase去减漏 就是说看有哪一些是注释错了漏了的 然后再用它去把它重新捡回来 然后要是加上这一步你还觉得不够好的话 你还可以加上REPBase一步 就是用REPBase 把EDTA和REPBase注释过后 你再用REPBase再扫一遍 那可能就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结果了 那要注意的里面 上海浪的两种是 灵敏度都不是很高 所以你要注意它可能里面会缺了一些上海浪的一些注释的结果 希望这样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我有一个可能很外行的问题 没事不外行 前面说到在你的Advanced filter里面用到了说用BLAST去找相似的序列来提高TE的风度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做了 那个可能我讲的比较快然后就漏掉 没有讲清楚 就是你看这个化学层面 我们就是用这个溶解度差来去存化这个主要的成分和杂质之间的这个问题是吧 那在这个TE里面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TIR作为一个主要的成分的话 那它里面的杂质的那个风度应该是很低的 所以比如说TIR的这个库里面有LTR的杂质 那这个LTR的杂质理论上来说在TR这个库里面风度很低 但是在LTR这个库里面它风度应该是很高的 所以我只要用BLAST把这个拿出来这么一个序列去比一比它在哪个风度里面比较高 如果在本家的风度比较高 那它就是一个正确的序列 如果在外家的库里面风度比较高 那可能就是一个错误归类的一个序列 所以我们把我们把找到的这个TRLTRHITLTR 全都每一个序列都这么作为一个比对的话 就是两两之间比对 然后说两个库之间比对 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每一条序列是不是正确的放在这个库里面 然后把那些不正确放在那些序列全都去掉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体存的效果 风度是指和你的Quart那条序列相似的序列的数量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库里面 比如说我一头序列 然后可能有10条在TR里面都跟它相似 那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正确的TR 那要是这个TR训练有10条都在TR里面跟它相似 那可能这个是一个假的TR 可是如果说有一个提议 然后它中间也很长 然后我不是很了解提议 但是如果只是比基因相不相似的话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基因它可能它跟TR很相似 有一大段很相似 但是它缺乏TR的可能像标志 标准的这个结构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我只是把这个问题简化了 就是在这个比较的时候 我比较一般是要求它是 就是说它能cover95%以上的长度 才当做是 然后你刚才说的 它可能有一小部分 它不是TR的序列 就参加了一些其他的序列 这也是存在的 所以就有一个相对风度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它不可能就是说百分之百都是在这个库里面 它可能有少量的跟其他库的一些序列 可能有一些比较远远的这个相似性 也是可能的 所以我就用这么一个比例来说 要是这个比例超过了多少多少 然后我就认为它是一个 就可以做一个决定 你觉得这种方法可以用在 复及其他特征的基因上吗 比如说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例子 比如说 跟癌症相关的基因这种 可以试试 反正就有其他特征 对这个想法我也是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到最后才 才想到了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也是花了好多时间 刚才那个经理 还问我这个时间都花了哪 其实很大一部分时间 就是花了这个去怎么去清除这些杂志的这个问题上 我那个 因为这个杂志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要是没有外源的这个标准库去给指导的话 就只是根据这个自己这些全都是Denove的来去区分的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在期间我大概是尝试了十几二十种方法 然后你在那个development那个文章夹里面都看得到这些记录 就是我每出一个方案 然后我就试一试 然后再去评价一下它那个效率怎么样 要是好的话就留下来呀 或者进一步改建 要不好的话就换一种方案 就是起初了大概有十一种方案 然后在最后这个方案是比较可行的 然后可以得到一个灵敏度和那个准确性的一个平衡 所以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但是需要你进一步的去尝试 然后换不同的思路 然后再去寻找真正合适解决你那个问题的方法 谢谢 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说能不能把PPT发给他们 这个图其实都是在文章里面的 你可以直接去从那个图里面 从文章里面去去把这个这个拿出来 其实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PPT的话里面有一些比较 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我就不发给你了 好的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个问题 就是说那个水稻那个标准库 蒋宁老师做那个标准库里面全都是完整的T1是不是 有没有那种节短的或者潮湿的 有有 也有 蒋老师在做的时候他做了这么一个事情就是 首先满整的大家留下来 然后那个不完整的或者潮湿的就是T1插入到T1里面的那种 他把那个中间的那个T1给去掉或者拿出来放到库里面 然后把那个中间断掉的那个T加连起来 然后当做是一个满整的T又放进去 就是说他把这些潮湿的或者片段都考虑到了 然后里面这个库里面也有不少是片段化的这个这个T都有 那现在用你开发这个流程去注视一个就是说飞水的像玉米的 你现在做的 他这种能也能有效鉴定这种潮湿的或者是节短的T1吗 你是说用EDTA吗还是用这个标准库 EDTA 然后鉴定出来这个标准库就是用EDTA弄完不就是出来一个库吗 那个只是机器库不是标准库 标准库就是说你要用人工锁工每一个那个教证过 这个只是一个机器库可以的 对你看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下面这一行 蓝色这个就是一个用结构注视出来的Hilitron 然后就用这个同源性找到了一些TR 对没插入到了Hilitron里面 所以的话这结果是保留了这个潮湿的结果的 哦明白了 好好谢谢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chat里面还有一个 哦他问PPT的事情 问题里面刚才那个同学又问了一个就是问我有没有测试过这个真菌基金组 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校正过的真菌基金组的T2史 我用的是那个玉米和果银 是因为玉米和果银都有 玉米有一个consortium 对T2进行一个手腕校正 但是果银的话 果银就是历史很悠久 所以它里面的注释都比较清楚 但是分窄的话就没有一个community注释 或者说没有一个consortium注释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无从去比较它到底是好和坏 谢谢 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好 那我们谢谢树俊的精彩报告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希望大家每次都会来 然后下一次北美的报告是 彭毕德的张宁教授 张宁教授 他可能会讲一些关于 写作的方法之类的话题吧 然后再次感谢树俊 然后大家晚安 谢谢陈璐 谢谢 那我就end meeting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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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